最近比亚迪这是比较多的坏销时去潜咬这一间公司 去年他10月跟9月份的器械的销售 开始令建底慢慢的反弹 但是由于我觉得他的业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 基本上在家电性能源跟器械也有去投入 而我觉得性能源的发展是不错的 但是器械的一大方便一定我觉得十分之赔热 可能需要一件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复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的话 可能他的盈利状况还是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现在比亚迪还是保持一个非常赔热的一个趋势 暂时我还没有见到一个明显的见底的一个信号出来 所以对于如果我觉得有幸遂 就是从地位买进比亚迪的投资者 我觉得等待一下才比较好 感谢观看